同志们 情况是这样的 同志们 事情的起因 大家都已经了解了 下面呢去请大家各自谈一下各自的看法 畅所预言 我说两句 我认为不能接受 他七十二旅攻城 我们打员阳攻 这得名得利的都是他七十二旅商剑城 而我方却付出巨大的消耗 这比较怎么算 咱们都是不划算的 是啊 这不是给别人做嫁衣吗 我不同意陈志同志的观点 我认为这一仗该打 打了有利于打击日扣 巩固统一战线 林北同志 你跟七十二旅接触的比较多 不要光介绍情况 也谈谈你的看法呢 我认为应该联合上剑城 一起攻打青南 说你的理由 七十二旅的变化很大 他们多次派人来我们根据地参观学习 一些官兵受到我们的影响 出现了进步的倾向 如果我们两家能够联合起来打下青南城 就有可能创造出在抗日的相持阶段 国共合作的新典范 林北同志 从政治意义上来说 我辨不过你们这些政工干部 我呢完全是从军事上来说的 敌人在火力在兵力上都明显强于我们 如果我们摆开架势跟他们硬拼 这消耗一定很大的 别忘了我们一直打的是游击战 对打阻击战是没有经验的 政工干部 政工干部怎么了 难道政工干部就是说大话说空话的代名词吗 不错 打阻击战是要消耗多一些 但是打什么仗又没有牺牲呢 我们没有经验 难道我们就永远不去学习吗 我就不相信我们八路军 永远只能在山沟里打游击战 你这个人没有一点大局关 我没有大局关 不是为了大局 我当年就跟杨天州到山东去了 我没大局 我没大局关 真没想到小蓝头炒成这样 曲文同志 你是什么态度呢 我真不知道我现在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曲文同志 曲文同志 在我的印象中 你一贯是立场鲜明 像这样某两可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雷书记 我手里呢有两份文件 一份讲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一份有讲独立自主的开展敌后斗争 那如果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应该和商建成合作打这一仗 但是如果从独立自主的原则来讲 似乎我们又不应该跟商建成合作打这一仗 那我到底应该按照哪份文件来执行呢 曲文同志 曲文同志 从这件事情上 就能充分看出你的弱点 你原则性很强 执行起上级的指示来 从来都是旗帜鲜明不折不扣 但是 当原则本身模糊不清的时候 你就无所适从了 曲文同志 作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 一定要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就拿这件事情来说 日本人在天南杀了这么多的中国人 这是国仇 保这样的仇符合民族最大的利益 符合广大抗日军民的愿望 就是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共产党人要有胸怀 要算大仗 不能算小仗 同志们 地委认为 应该和尚建成合作 共同攻打青南城 明天啊 地委就派雷军同志去七十二里会谈 林伟同志负责联络工作 陈志同志负责带队执行护送任务 上级党委决定怎么了 我找雷军同志去 陈志同志 就是雷军同志亲自点你的名 让你带队执行护送任务的 走吧 陈志同志 你不是挺爱说闹的吗 怎么没听见你说句话呀 我是关心那马弄好没有 再说昨天晚上没休想困了 那好 我给你讲个故事提提神吧 免得让咱们的商旅长 见到响当当的八路军 焚熙支队支队长 就这个状态 会消耗我们共产党的 当年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 我的一位先生 他还是山沟里出来的穷学生的时候 被他老实地千金看重 两人结了婚 后来我这位先生啊 上山占山为王 蒋介石的手下军发和剑抓住了他的夫人 用尽酷刑 要他登一日声明和他丈夫脱离关系 可是他就是不登了 最后被杀害了 七年后发生了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古城扣押了蒋介石 许多人主张要杀掉蒋介石 替烈神们报仇 可是我这位先生却主张报杀 最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迎来了全民抗战的局面 你说的这个先生 现在在哪儿啊 在延安的窑洞里 他 他 毛泽东主席 陈志同志 我们首先是中国人 然后 才是中国共产党人 来 雷政委 你好 你好 尚旅长 你这也太隆重了吧 我们这是为了表达 与贵部合作的决心吗 雷政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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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支队长 我们都是一个新兵连里出来的 我们的本事 都是跟着我们的老连长学的 但是 我们扛着枪在一个战壕里战斗 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将集中部署 二一六团 二一八团 两个营 还有驴鼠的三炮连 三面进攻青南城 还有二一八团的三营 还有特围营 将作为一位队 你们需要多长时间 打下青南城 十二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你们能打下青南城 知道现在是谁在守青南吗 都边大队的主力 在上古师团打防御是出了名的 我跟你打这个赌 如果我输了 我把我最心爱的配枪送给你 不过你们得向我保证 把河野连队的援军 拖上十二个小时 那好 我们一定精力做到 有雷正伟这句话 那我就放心了 你们共产党人向来都是 言必信行必果的 好了 公事就说到这儿 走 到韩社一座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内人 楼雅华 这是雷正伟 你好 你好 这位是陈志 陈志队长 你好 那位是 是美表妹吧 你好 表嫂 你好 这些年 我走到哪儿 都一直带着家父的照片 每当我看到她 我就会想起 放文贡的那首诗 王师北定中元日 家计无望 告乃翁 尚旅长 博寿老先生 是一位深受根据地 人民尊敬的爱国者 我们也都很怀念他 等打下了青南城 我们要用倭寇的血 祭奠他老人家 雷正伟 谢谢 我备了几样小菜 在禁军当中 我是最穷的一个旅长 菜不是什么好菜 野味都是我自己打的 酒是当地的毒酒 不过都是用我自己的心奉买的 不脏 今天我们大家开怀畅野 不醉不还 见 表嫂 你好 美表妹 你有事吗 我想对你说一声 谢谢你 谢我 你谢我什么 如果不是你当时营救我 我恐怕 在另外一个世界了 我也是处于私心 你不用放在心上 建成就是我的一切 为了他 我什么事都愿意做 建成 你到了战场 一定要保重身体 我和女儿等着你回来 我知道了 等一下部队就要开拔了 雅华 这一次我是带着仇恨和内疚的心态 上了战场 因为我跟唐弓县的争斗 导致了沁南城的百姓 遭了灾祸 这个雪债 我商剑城必须得还 这是一场恶战 如果我回不来的话 你就趁着年轻赶紧改嫁吧 不 你一定会赢 会活着回来 枪炮不张眼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我跟你说的话 你记住了 如果老天不开眼 你真的回不来了 我也绝不在家 我这辈子就你一个丈夫 来 让我抱抱月儿 留下 你怎么还肯把你抢我的大封 是来 你这便得こと 我那便不在乎 我这便得不在乎 我们这便很心 你有什么 你这便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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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 我们就要出征了 这次出征来得太实了 亲南城里面死难的同胞的血 都已经冷了好几天了 我这心里有愧 这棵棺材是我给我自己预备的 如果打不下亲南城 我就躺进去 如果打下了亲南城 就让渡边躺进去 你们是要让我躺进去啊 来这儿让他躺进去 请吕宗放心 我们就是用牙砍 也要砍下亲南城 好 一血还血 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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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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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转发 的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私анс被散布猛 dressing けど 断起了 不是吧 真是真正的目的目的 確實是不思議 战争由太一状態以來 國強軍是同樣的地方 如此密切的合作戦 非常珍貴 那麽 這裡只有隱藏 86軍真正的攻擊 真正的目的 那麽多大陸 新南的 南蔵人們殺了 中國軍 無雷民 死去奧過 各國大根的部隊 聯合して復仇 死去 勝敗的閣益 新南的武器 只能破壞 九三島 新南的各國球典 實在有關 連大教科 確實是 說得正確 現在 連大教科 新南進行 楊佳麟 三島 報告司令和政委 分析縣城的日軍 在得到上古師團 從北側 增強來的一個大隊之後 他們集結的兵力 開始分三路 向南機動 看來 敵人發現了我們戰術企圖 不能讓分析之地 和青南之地會合 那樣的話 七十二里就危險了 馬上執行第二套方案 各陽攻部隊 停止陽攻 改為阻擊 教導一團 馬上往楊樹林集結 擋住 從分析城裡出來 這股敵人 教導一團 勿必要堵住城南公路 擋住上古師團 從北面派來的原局 那西邊那路怎麼辦 敵人放棄了 官裝周圍的幾個據點 集中了四五百的日軍 和一個營的偽軍 由日軍大隊長西村指揮 正直插三角口 何也真豁得出去啊 一口氣扔到這麼多據點 他就是棄竹寶具 這傢伙到底是日本陸軍大學 教官出身 在戰場上的洞察力 還是很出眾 指揮決策以後果斷 這一路離我軍主力最遠 距慶南城最近 如果他們過了三角口 就可以居高臨下架炮 轰擊七十二里 馬上從教導團 抽到一百分之過去 路程太遠來不及了 再說 楊夏嶺的阻決任務也很重 張三毛 到 馬上派騎兵統計員 給陽光蘇家籍的陳氏送信 讓他們馬上撤下來 激情軍趕到三角口 一定要擋住西村大隊 直到 直到黃昏六點 是 分西支隊和北區區小隊 一共三百多人 能擋得住這麼多敵人嗎 我們已經沒有時間和兵力 做出調整了 司令員同志 你剛到分區不久 還不太了解陳氏同志和分西支隊 他曾經是你老戰友 楊天宗手下最出色的營長 當初 楊天宗敢願拿出兩個營長 和梁強同志換他一個 至於分西支隊嘛 強將手下無弱兵 上了戰場 絕不迅速於分區任何一個主力營 對他們的戰鬥力和戰鬥意志 是 我是有信心的 好 就怎麼定 支隊長同志 西村大隊正在下三角口猛叉 分區唐四川和雷政委命令 你們馬上撤離速下擊 強佔三角口 擋住這股敵人 在黃昏六點之前 不准放一個人過去 知道了 白頭 通知各中隊 交替掩護 撤出戰鬥 是 東相 西村大隊 古靡靡靡靡靡靡靡 kniv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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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的共产党是蒋信用的 只怕是日本人的大炮 不让他们蒋信用 并听见他强声就多激烈 起码得有上千人在那儿激战呢 求佛不如靠自己 关键还要看我们怎么拿下去的南城 给我接二十六团 是 喂 二十六团吗 郭主观 我是商建成 我命令你两个小时之内 必须打破头部口 否则的话 就别怪我不认这个老长官了 就别怪我不认这个老长官了 咱还剩多少人 伤亡过满 听老辈子说 这一带 原来是门神爷 御师公困兵的地方 看样子 今天是他老人家保佑我们 要不然 就凭咱这几条破枪 能挡住那么多鬼子 啥门神爷 这都是小日本的炮兵 还没有跟上来 等他们的炮兵上来了 这仗就更难打了 你说得对啊 这小鬼子的炮兵真来了 咱抓紧撤吧 反正这时间咱也撑够了 撤 你没听见 青南城那边还那么大动静吗 可是战前的时候 你不是不愿意打这赔本的仗吗 咱什么人 共产党人 这战前 可以给上级提出意见 但是一旦下了战斗决心 咱们就得坚决置信 不管有什么困难 咱们也得私扛到底 你不是 我 李座 古团长受了重伤 攻不进去呀 团长受伤了富团的伤 李座 我们跟八路军决定的 是十二个小时机数战斗啊 可现在已经是二十个小时了 你听 三脚口的枪声已经停下来了 会不会把路已经撤 要是那样 那鬼子 转眼就会杀到我们跟前的 吕庄 赶快撤吧 这老天 他真是不让我拿下进南城了 三脚口 这是怎么回事啊 没错 是三脚口 看来 八路没有车 过去 我上剑城 从来都没有瞧得起过这帮拖八路 但是我现在上剑城不得不说一句 拖八路是好样的 约翟 五台 快 快 快 这小鬼子跑 让咱吃大亏了 我想带几个人 从后边绕过去 敲敲他 好 我先困点 你自己热锚 把人让他们到派 先困点 咱们 因为你他们到了 赶快撤 似们 cano子 你不怼 要是用心动力 咱们 装满 太子 有没有摸摸西打 给我打 摸摸副大 你马到马上吗 命令 各国队 末尔地 北户 太太过来 我是那样的死神的了 哈铁罗公全国生命杀来的了 我来我来干 全面的卡门塞亚路 加密多路 局局长 你看 尾子射了 新南城的炮上也停了 尚建成 到底是争了口气 与你抵秦南城约死的好几千百姓报了仇 老子没白替你这狗日的 争得这个旅长 老子没白替你这狗日的 报告你坐 警官 喂 我是张建成 建成啊 你这张打得不错 给我们第二战区长脸了 我要赏你一颗筋豆 谢谢赵副长官 怎么 雷座早就准备好了这颗筋星啊 医生没啥 给他看笼子 老哥 给他看笼子 救啊 救 救你不能死啊 救 这是教导一团 教导二团 我们是分析支队的 那教导一团 教导二团的人呢 这儿没有 这儿就你们 还有些绵边 这不可能啊 日本人有炮兵 最起码是大队级的单位 扛住他们的 怎么可能就是这些 明明和游击队呢 是啊 教你不能死啊 教 是 老哥 你干什么 老哥 醒醒啊 教 老哥 教啊 教 老哥 你不能死啊 教 你不能死啊 教 教 教 我还有气 教 把最好的军医叫来 不管有任何方法 一定要把他给救活 明白吗 明白吗 明白了 这毒 我是输了 这是把好枪 美国道的 给你 你一定会喜欢 好枪 你们共产党没有食言 我也不能食言 这把枪 不光是我输给你的赌注 那也是我 向你们共产党人 致敬的礼物 要不是你 再三交口 跟西村大队死磕 别说打下沁南城了 今天我商劍成 是死是活 那都两说着了 如果你真要谢我 这一把枪能够吗 上回我替你挣了个旅长 这回替你挣了个少将 可我呢 落什么好了 公鸡林的事我不跟你提了 这三交口 我整整伤亡两百人 两百人 都是我手把手 带出来的老游击队员 这样吧 你就赔我两百支枪 这个要求不过分 这个好说 我搅和的渡边大队的枪 你先挑两百支 这还马马虎虎 商家大少爷 说实话 从前我瞧不上 更恨你 杀害了我们那么多同志 可这回呢 我得为你输回大拇指 都是带兵的 长着眼睛 这秦南城 不好打呀 鬼子的防御阵地 都是我这帮弟兄们 用血肉支驱顶开的 来 敬你那些战术的兄弟们一杯 对 对 对 爱了 爱了 我真没想到 我们两个也可以单独地坐在一块儿 喝两口 你算算 咱们两个做死对头有多少年了 当初是为了女人 现在是为了主意 是啊 要没有鬼子这个共同的敌人 恐怕咱俩永远都是仇人 那我们吃这顿饭 要先感谢鬼子了 当然得感谢了 来 来 海老 我们当初都是从炸集出来闯世界的 不管怎么说 也算是有缘分吧 我有句掏心窝子的话 不知道你想听不想听 说吧 我们两个现在 都已经过了儿立之年了 除了国家民族还有主义 我们也该替自己想想了 共产党人就只有国家民族主义 没自个儿 那共产党 把你当自己人了吗 我实话跟你说吧 你们那边也有我们的内线 你的情况我也了解一样 你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有个结论 还有 你们的县委书记叫什么 曲文 是你的死对头 一直在整你 所以你得不到重用 我没说错吧 我跟曲文同志 是脾气不合 可是没有原则上的分歧 更没有仇恨 所以谈不上谁整谁 你看你 怎么替收拾你的人说起好话来了 孩子 其实 我只是 我只是为你感到闷得慌 感到冤枉 感到委屈 人争一口气 不能拴在一棵树上吊死 你要到我这儿来 我保证给你一个团 你带一个团 总比带那些游击队好多了吧 张建成 我以为你今天这是顿答谢酒 没想到 你这是劝香酒吗 来 这酒没本儿喝了 你又何必呢 买卖不成 仁亦在吗 没错 斗嘴归斗嘴 生意归生意 那两百条枪 你还得兑现吗 你现在好歹是个少将旅长 不会跟我这个穷人赖仗吧 还有 请你永远记住 用功名利路来引诱陈志 那是对他的侮辱 谢了 你给个团长 他都没动心 给个团长他都不干 真是不可思议啊 在我们内部 是争权夺利 无所不用其极 像汤松献这样的 自己杀不去 死都不服气 而在共产党那边 却全都倒过来了 陈志被怀疑这么多年 却不离不弃 别人夺了他的官位 他也不记恨 还维护对方 都是人哪 这进了两个不同的阵营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呀 我在我岳父那儿干了很多年 共产党我是真没少见 我发现 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心里面想着自己的少 想着别人的多 就这一点上来说 你还不得不佩服他们 感觉你的心 很想靠近他们 您一直在暗中学习 共产党的做法 我忘了你的身份了 我忘了你的身份了 你不会怀我要投共吧 吕总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们只是闲聊而已 闲聊而已啊 推心致富地讲 即使我的心 很想靠近共产党 但是 我的脚 却怎么样也迈不过去 我跟他们真的不是一路人 共产党人 都是一些懂得 舍得和放下很多东西的人 我不想 我舍不得 所以 我只能向共产党人学学而已 有些东西可以学 而有些 真的是学不来的 比如 他们的统一战线 为什么学不来啊 海绵可以吸走水 而水 却不可能吸走海绵 如果我们也像共产党那样 清廉 而又充满理想 那共产党人 也一样会被我们吸引过来 可惜的是啊 在这方面 我们比他们差得实在是太远了 我就不相信